豪雨狂炸台北地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强劲的风势脚踏车被吹倒 民众手里的伞也被吹到开滑 整个下午天空就像这样 雷声隆隆闪电不断 观测到每五分钟约220颗落雷 甚至直接影响到捷运系统 对 现在文湖线坏掉了 两台阵都不能有尾档的不能做 在下午3点32分时 文湖线疑似遭到落雷影响 耗制突然故障 全线紧急停驶 列车甚至还没进站卡在轨道上 乘客疏散后 捷运公司开启文湖线的全线公车接驳 抢修了40分钟 直到下午4点13分 全线才恢复通行 因为午后对流云系旺盛 全台15个县市下起午后雷震雨 14号累计第一名在大安区 使雨量达82毫米 列为一级警戒区域 而大同区则是第二名 使雨量70毫米 还有民众家中整面天花板 不敌豪雨轰炸出现漏水状况 从23号到25号这段期间的降雨 大致上是蛮类似的 都是以各地比较稳定 以午后的雷震雨为主的天气 特别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中午过后在山区 还是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午后雷震雨常常来得又急又快 通常还伴随打雷闪电 民众要记得携带雨具 小心自身安全 三选菜中这一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